当我们仰望星空 我们是否曾经想过 我们所看到的宇宙 只是无数个宇宙中的一个 我们是否曾经想过 除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 还有其他的宇宙 可能有着不同的物理定律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生命 这样的想法 听起来似乎很遥远 很荒诞 很不科学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这样的想法 其实已经被一些物理学家 和宇宙学家提出 并且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 这就是多重宇宙的概念 多重宇宙顾名思义 就是认为我们宇宙之外 还存在许多其他不同的宇宙 这些宇宙 可能与我们的宇宙完全隔绝 也可能有着某种联系 这些宇宙 可能与我们的宇宙相似 也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 这些宇宙 可能有着有限的数量 也可能有着无限的数量 这些宇宙 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也可能是随时间变化的 这些宇宙 可能是真实的 也可能是虚构的 多重宇宙的观点 无疑是一种非常大的 非常惊人 非常有趣的观点 它打开了我们的想象空间 让我们可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的奥秘 更多的美妙 但是多重宇宙的观点 也是一种非常争议 非常困难 非常复杂的观点 它挑战了我们的认知 让我们面临更多的疑问 更多的困境 更多的难题 多重宇宙的观点 到底是科学的边界 还是幻想的空间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我们又能从这样的观点中 得到什么启示 本文将尝试对这些问题 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多重宇宙的观点 并不是凭空想象的 它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 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些理论和假设 二是宇宙学的一些观测和推断 现代物理学的一些理论和假设 为多重宇宙的观点提供了可能性 例如量子力学的一些解释 认为微观粒子的行为是不确定的 而是由概率决定的 这就意味着 每当一个量子事件发生时 它都有多种可能的结果 而不是唯一的结果 那么这些不同的结果 是否都会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呢 一种可能的答案是 每当一个量子事件发生时 宇宙就会分裂成多个分支 每个分支对应一个可能的结果 这就是著名的多世界解释 它认为 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个平行宇宙中的一个 而其他的宇宙 就是其他的可能性的实现 这样的观点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也没有被排除的理由 因为它与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是一致的 另一个物理学的理论 为多重宇宙的观点提供了规模和层次 这就是显理论 它试图将所有的物理现象 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释 显理论认为 最基本的物质单位不是点状的粒子 而是一维的显 它们在高维的空间中振动 显理论的一个问题是 它需要至少十维的空间 才能保持数学的一致性 而我们所知的宇宙只有四维 那么 其他的维度去哪里了呢 一种可能的答案是 其他的维度被卷缩成了极小的尺度 我们无法观测到 但是这样的卷缩 有很多种可能的方式 每种方式都会导致不同的物理定律 这就意味着 可能存在无数个不同的宇宙 每个宇宙都有着不同的卷缩方式 不同的物理定律 这就是显景观的概念 它认为 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个可能的宇宙中的一个 而其他的宇宙 就是其他的可能的卷缩方式的实现 这样的观点虽然没有实验的验证 但也没有被否定的理由 因为它与显理论的数学形式是一致的 宇宙学的一些观测和推断 为多重宇宙的观点提供了动力和动机 例如宇宙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 我们的宇宙正在加速膨胀 这意味着宇宙的尺度将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 那么宇宙的膨胀是否有一个极限呢 一种可能的答案是 宇宙的膨胀没有一个极限 而是无限进行下去 这就是永恒膨胀的概念 它认为 我们的宇宙将永远膨胀下去 而且膨胀的速度将越来越快 这样的观点虽然没有确定的证据 但也有一些支持的理由 因为它与宇宙学的一些模型是一致的 永恒膨胀的一个后果是 宇宙将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稀疏 越来越冷 这对于我们的宇宙的未来 似乎是一种悲观的预言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 量子力学的随机性 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因为量子力学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稳定的状态下 也有可能发生一些极小的波动 而这些波动 有可能导致一些新的现象 波重宇宙的观点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 也非常困难的问题 如果宇宙的数量是无限的 那么宇宙中的一切 是否都会重复出现呢 换句话说 是否存在着与我们的宇宙 完全相同的宇宙 或者与我们的宇宙 只有微小差别的宇宙 或者与我们的宇宙 完全不同的宇宙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 因为它涉及到无限的概念 而无限是一个 我们很难描绘和理解的概念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用一个 简单的例子来类比 假设我们有一个跳棋游戏 它有一个八成以八的棋盘 每个格子可以放一个 黑色或白色的棋子 那么这个游戏有多少种可能的局面呢 答案是 有二的六十四次方 也就是一千八百四十四兆 六千七百四十四亿 零七百三十七万 零九百五十五 一千六百一十六种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但是它还是有限的 这意味着 如果我们随机生成这个游戏的局面 那么我们总有可能遇到重复的局面 或者遇到所有的局面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游戏的棋盘 扩大到无限大 那么这个游戏有多少种可能的局面呢 答案是 有无限多种 这意味着 如果我们随机生成这个游戏的局面 那么我们永远不会遇到重复的局面 或者遇到所有的局面 这是因为 无限大的棋盘 可以容纳无限多的棋子 而无限多的棋子 可以组成无限多的图案 而无限多的图案 可以表示无限多的信息 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为什么无限的宇宙 不一定会导致重复的现象 因为宇宙 就像一个无限大的棋盘 它可以容纳无限多的物质 而无限多的物质 可以组成无限多的结构 而无限多的结构 可以表示无限多的信息 所以 即使宇宙的数量是无限的 也不一定意味着 宇宙中的一切都会重复出现 或者宇宙中的一切都会被耗尽 也许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新鲜的 都是有意义的 但是这个例子 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为什么无限的宇宙 也有可能会导致重复的现象 因为宇宙虽然可以容纳无限多的物质 但是物质的种类 却是有限的 就像棋盘上的棋子 只有黑色和白色两种 而不是无穷多种 所以 即使宇宙中的物质 可以组成无限多的结构 但是结构的种类 却是有限的 就像棋盘上的图案 只有有限多种 而不是无穷多种 所以 即使宇宙中的结构 可以表示无限多的信息 但是信息的种类 却是有限的 就像棋盘上的信息 只有有限多种 而不是无穷多种 这样如果我们随机生成宇宙的状态 那么 我们总有可能遇到重复的状态 或者遇到所有的状态 这是因为 无限多的宇宙 只能表示有限多的信息 而有限多的信息 总有可能被重复 或者被耗尽 物理学家 普遍回避无限的概念 因为他们往往导致一些矛盾和悖论 例如 如果宇宙的数量是无限的 那么 是否存在着一个宇宙 它的物理定律 恰好与我们的宇宙相反 如果宇宙的数量是无限的 那么 是否存在着一个宇宙 它的历史 恰好与我们的宇宙相同 只是在某个时刻 发生了一个不同的事件 如果宇宙的数量是无限的 那么 是否存在着一个宇宙 它的生命 恰好与我们的宇宙相似 只是在某个地方 有一个人 与我们完全相同 这些问题 看似有趣 实则无意义 因为他们没有答案 也没有证据 也没有意义 他们只是无限的概念 带来的无限的困惑 无限的无聊 无限的无趣 物理学家更喜欢有限的概念 因为他们往往导致一些规律和简洁 例如 如果宇宙的数量是有限的 那么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有限的理论 来解释宇宙的一切 如果宇宙的数量是有限的 那么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有限的模型 来预测宇宙的未来 如果宇宙的数量是有限的 那么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有限的方法 来探索宇宙的奥秘 这些问题看似无趣 实则有意义 因为他们有答案 有证据 有意义 他们只是有限的概念 带来的有限的清晰 有限的优雅 有限的美丽 物理学家总是希望找到一个完美的理论 来描述宇宙的一切 但是如果宇宙的数量是无限的 那么这样的理论是否存在呢 或者是否有必要呢 或者是否有意义呢 这些问题让我们思考 无限的概念 是否意味着理论的不完整性 或者理论的不必要性 或者理论的不科学性 波重宇宙的观点 虽然有着很多的争议和困难 但是也有着一些支持者 他们认为 波重宇宙的观点 可以解决一些物理学和宇宙学中的难题 也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启发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的回答 一种回答是 宇宙的微调是由某种智能的设计者 或者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所造成的 这就是智能设计的观点 他认为宇宙和生命 是有目的和意义的 而不是偶然和无意义的 这种观点 虽然有一些支持者 但也有很多的反对者 因为他没有科学的依据 也没有科学的方法 也没有科学的价值 他只是一种信仰 而不是一种理论 另一种回答是 宇宙的微调 是由多重宇宙的存在所造成的 这就是分析理论的观点 他认为宇宙和生命 是无目的和无意义的 而是偶然和必然的 这种观点认为 存在着无数个不同的宇宙 每个宇宙都有着不同的物理定律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生命 在这些宇宙中 有一些宇宙 恰好具有适合宇宙和生命 存在的物理定律 而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之一 这就是人类生存偏差的概念 他认为 我们观察到的宇宙的微调 不是因为宇宙是特殊的 而是因为我们是特殊的 我们只能观察到 那些能够支持我们存在的宇宙 而不能观察到 那些不能支持我们存在的宇宙 这就像一个彩票的中奖者 他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而忽略了那些没有中奖的人 这种观点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也有一些理论的支持 因为他与显理论 和永恒膨胀宇宙的概念 是一致的 除了分形理论 还有一些宇宙学家 提出了一些假设 来支持多重宇宙的观点 例如 有一些宇宙学家 认为 无数具有分形结构的宇宙 遵循这一种形态重现的规律 即每个宇宙 都会在某种程度上 重复它的上一层宇宙的形态 这就是分形宇宙的概念 他认为 我们的宇宙 只是一个更大的宇宙的一部分 而这个更大的宇宙 又是一个更大的宇宙的一部分 以此类推 这样的观点 虽然没有实验的验证 但也有一些数学的美感 因为它与分形几何的概念 是一致的 比较静谱的监定 同样的 这两个宇宙的领导